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 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也就是ACFA的有关规定 影响ACFA目标的实现 ACFA生效以来 给岛内相关企业和民众 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渔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一点有目共睹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 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这只会压缩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 直接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